一说到女司机 很多人都会形成畏惧 人们常常将其冠名为马路杀手 从人类性化的生理差异来看 负责打猎和战争的男性 的确具有更好的突发情况处理能力 不过女性在这方面的能力稍微偏弱 让很多女司机开车普遍缓慢沉稳 所以女司机虽然磕碰不断 但是很少出现致命的车祸事故 因此调侃归调侃 不过在法律上可是从来都没有歧视过女司机的 这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一致 不过位于中东的沙特倒是个例外 一直以来沙特都禁止女性开车 其国内的超级保守派认为 女性驾车违背了道德观 这样容易引起来男性的性骚扰 但实际上虽然这样的言论没有任何依据 不过由于这是沙特长期以来形成的风俗 所以想到隔除这样的观念还困难重重 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是一位支持女性开车的开放者 他认为解放女性还能促进本国的GDP增长 随着禁止女性开车的性别歧视 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抨击 本萨勒曼在此方面借题发挥 不断向保守派的教条思想发起进攻 最终取得成功 沙特政府称 今年6月24日 将会正式出台运行女性驾设的相关政策 而此前已经在国外获得驾照的沙特女性 将会成为第一批宣传者 这意味着今后的全球女性 都将获得驾车资格 这对于女性而言 又是一个争取权益获胜的里程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